我们看南韩这个新的现象 它不是一种身心症 就是很普遍的叫做 我现在的状态在纯休息 二月份南韩的就业人口增幅 创下了新低 青年劳动力减得最多 在二月份有将近50万的南韩青年 就处在他们口中这个纯休息的状态 纯休息就是不工作 不是找不到工作 他也不想找工作 所以不工作也不求职 那这个状态叫纯休息 如果进一步要挖掘 这种纯休息是为了什么 有的人勉强会说 因为找工作太难了 他们不要做难度高 低薪工时长的职缺 这使得南韩的六大制造业产业 遭遇严重的缺工危机 首尔就业服务站排队 请领失业补助的年轻人 接二连三 南韩二月份二十多岁青年就业人口 同比大减十二点五万 创下两年来新低 不只是毕业生 现在就连大学新鲜人 也烦恼起找工作的问题 找工作太难 南韩统计厅最新调查显示 今年二月份南韩出现 四十九点七万名青年 既不工作也不求职 处于纯休息状态 规模是2003年 又记录以来最多 而休息的理由 以身体不好 和无理想岗位 占最大宗 南韩就业市场冷风 越挂越猛 不景气是关键原因之一 而没有工作 经济压力大 调查也发现 最近有近六成南韩青年 为了省生活费 选择和父母同住 年轻非经济人口的增加 另一方面也与薪资待遇 不佳有关 在选择工作时 南韩青年会回避 低薪高工时 以及难度较高的职种 因此在冷道不行的 就业市场 南韩却有六大产业 遭遇缺工危机 包含制造业 物流运输业 保健福祉业 以及餐饮业 农业 与海外建设业在内 空缺人手 冲破18.5万人 刷新记录 当中又倚造船产业 情况最为严峻 订单接不完 但造船厂内根本没有造船人手 缺工达到1.4万人 初估四年之后上看4.3万人 南韩政府今年初松绑入境程序 紧急引进2000名移工 协助填补人力缺口 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如今也将触手 升向海外学子 南韩造船相关学系 今年春季大力招生 打出毕业之后 保障一期工作签证的优势 希望能够吸引留学生 落地生根 为了解决人力长期短缺的问题 南韩制造业与物流业 则是大规模启用自动化设备 由新创公司与南韩电信龙头 合作开发5G无人搬运车 负重可达100公斤 透过雷达感测避开障碍物 能把货物交付到指定地点 被南韩人视为过劳爆肝 第一名的物流运输业 其他借由导入AI人工智慧 补足人力缺口 但餐饮建设保健福祉业等产业 还是有机器难以代劳的工作 隐习院政府力推劳动改革 缓解事业问题和六大产业缺工潮 都是当务之急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我们来тя证明 是否创意 内容 这一面 是否创意 要是否创意